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民族正线 首先啊 给大家说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 让大家呢 先笑一笑 新宇航空延误 遇百名台湾旅客夜宿成田机场 一杯水也没有 综合台媒报道 新宇航空JX800台北东京航班 连续因测风严重 连续两度 降落成田机场失败 降落明古屋机场 令多名乘客夜宿机场 无餐点和水可用 此次延误已导致JX801 JX803航班连带受到影响 报道指 新宇航空JX800台北东北航班 原定日本时间6日中午12点45分 抵达东京成田机场 但因途中遇上风势不稳定 连续两度降落失败 延误7小时后 17点25分降落成田机场 导致多名乘客被困 机场却无餐点和水可用 旅客在机场内全部 铺帮带洗地而睡 导致不少乘客情绪失控 怒骂一杯水也没有 食物也没有 你搭过这种飞机吗 所以说台人一天到晚 想要模仿日本人 对日本人有一种淡相思 但日本爹却不论台湾儿子 所以说我觉得台人特别的悲哀 在疫情期间 台湾当时爆发万华肺炎 非常的严重 死了很多的人 当然民进党当局也没有真实报道这个数字 对不对 好 那么在当时呢 这个日本就免许台人过去了 日本不是经常性闭关锁国 然后呢 台湾的航空公司 就卖一种票 让很多台湾人上飞机 到日本领空上面去兜一圈 向往他们心中的日本圣殿 日本国 包括石头日记八九 这个卵人也跑到什么日本去 在日本 也在拍一些 找一些演员 拍一些什么侮辱小粉红的一些视频 你看一下这个护照 我拿的是什么护照 你那个屌护照 对吧 台湾那也是自欺欺人 那是在芯片当中还是拆的 那个八九穿的那种 穿的像个日本鬼子一样的 穿那种 洗浴的那种袍子 日本的那种袍子 搞得很像像日本靠拢的 但是你还看到人家日本人是怎么对台湾人的 一杯水也不给你 吃的也不给你 对吧 大家都知道飞机也有或者出现问题 航四也好 或者当地机场 应该给这个民众 采取这个旅客 采取这个人道主义的一些帮助 对不对 但是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台湾人在 我说过 我老兵之前没有胡说八道吧 我说我认识很多日本人跟我讲 他们说他们都很瞧不起台湾人的 对吧 上海这边 那我这个附近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鬼子跟棒子聚集区嘛 鬼子跟棒子聚集区 我有的时候也认识一些日本人 有的就是一起这个踢踢球啊 或者打打篮球啊 对吧 有的健身房里也有些日本人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跟台湾人这是怎么 他说台湾人就是舔狗 就像舔狗一样 他说我们不喜欢台湾人 台湾人老是 有的时候他说我去台湾 有些台湾人还跟我搭讪 还要给我买单 还要这个看到我就会这样 就会这个样子 但是人家日本人怎么对待台湾人的 日本人就把台湾人 当这个东西 啊当当这个 啊当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到没有呢 现在有事了 如果那个时候可能有着 我认为是不是老编 是不是你在这边的 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胡说八道 那你现在看到他这个飞机机场 你去看看这个这种这种情况 你就能看到了吗 对不对啊 一杯水都不给你 是吧 所以说这个这个台湾人一天到晚 要跪舔日本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舔的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就叫什么 啊 这个叫做被搞服了 这些这帮支那建筑被搞服了 当年在台湾狂杀嘛 杀到他们服了嘛 所以现在就要什么 啊 要去舔日本人 日本人都要去去舔啊 可见台湾人 已经 沦丧到一种什么地步了 我昨天就说过了嘛 我说你大陆人 不要跟台湾人搞在一起 你大陆跟台湾人搞在一起 你就被他们给坑 啊 对不对 台湾很多叫发是在大陆讨饭的 还在在走穴的啊 有一些特别是搞些什么 什么说 搞些什么啊 政治的 就不是国财办给他们发那些执照嘛 可以让他们在网上他妈大放厥词嘛 他妈 是不是啊 他 我偏偏别被台湾人误导了啊 他们跟你们讲的那种政治 给你们去上那种线下的什么那种课啊 给你们讲那个讲座啊 听得你 的眼光越来越像老鼠精一样 熟目寸光啊 路越来越窄 而且跟他们打交道 绝对会被他们给骗啊 绝对会被他们给骗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你看他们这种 对吧 男的赖皮狗 女的贱婊子 你看到没有 坐着飞机 你看你看 你看一杯水都不给你 渴死你 饿死你啊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那么同样的 还有这个瑞士啊 我们也要来看一看啊 中国使馆批瑞士涉财动议 称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驻瑞士联邦大使馆 对瑞士国会下议院国民院 加强同台湾立法院合作的动议 称强烈不满 批国务院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国民院5月2日 表迹通过一项动议 要求其领导层 加强与台湾立法院的关系 以加强民主 促进该地区的和平稳定 该动议中并未提及具体措施 中国驻瑞士使馆3日 发表声明批评 瑞士国民院通过涉财动议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内文称 中方坚决反对中国的建交国 与台湾地区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敦促瑞士议会国民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敦促瑞士不为台独分类分子 撑腰打气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讯号 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两国关系发展 大局和中立合作成果 中立有什么合作成果 有什么发展的这个东西 对不对 瑞士他早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他就是要干涉中国内政 他不是什么中立国 你中国的有些高层的一些人 高端的一些人 不要再把钱存在瑞士银行了 当然现在看瑞银收购瑞幸 瑞幸破产了 对不对 再看这种情况 就可以看到整个瑞士的金融状况并不好 金融体系已经在崩了 所以我说过 党中央现在也是给你一些人 当然这些人也能影响到一定的 对中国政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让你们这些钱赶紧跑 你们就赶紧跑 瑞士赤裸裸的干涉中国内政 我说过 我们要把台湾问题给解决好 解决掉 解决好解决掉以后呢 就不会再什么 要求别人们跟别人去谈判 跟别人去搞外交 要什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没有什么一个中国 两个中国 你直接就把台湾给弄掉 完事了 所以我感觉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也越来越快了 对吧 秦刚你看在中国周边一圈 全部在巩固这个关系 对吧 中国的这个中亚的这个外长会 对吧 要巩固这个关系 现在的中国跟巴基斯坦 跟阿富汗的外长 共同在巴基斯坦 开会 对吧 也是要巩固这个安全 秦刚也要求阿富汗 切实打击恐怖分子 对吧 秦刚要到印度去 用到缅甸 一圈 全是在这里巩固关系 你看他这个外交的这个走位 这个走线 你都能看得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包括 中国在整个中南半岛 中亚地区 南亚地区 都在稳定巩固 接下来就要对这个台湾 这边要动手了 因为台湾呢 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我也说过 中国内部啊 就是他妈的 还有一些这种投降派 或者就对美国投降派 或者有一些 这个环统派 这些人呢 他们最喜欢什么 听到什么日韩在这边讲 因为美国打你中国电话 你中国都不接电话 那只有叫日韩说 哎呀 我们搞中日韩共荣吧 我们要跟中国高尔森保持交往吧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缓兵之计 缓兵之计 所有的目的都是要拖延 在台湾这个地方 用兵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 中共高层啊 应该早当机立断 赶紧的快刀斩乱 把台湾问题给它解决了 对不对 省得这个日本人 通过台湾人 来找中华民族的优越感 对不对 因为你看 你看这些台人 过去天天跪舔 天天舔 天天像日本下跪 磕头 他们会有一种 信心会有一种 很兴奋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那就像他们 达到像他们 这个高潮 像他们射了一样的 就说 他这个下体 他的这个 生殖器的 这个爽 跟他的大脑 跟日本人下跪 他已经是挂钩了 只要对日本人下跪 他就会达到一种高潮 一种身心的 一种舒畅 因为他感觉 特别是爽 就日本就爸爸 然后爸爸越 这样子搂拎他 伤他耳光 他越爽 他越爽 太舒服 这就是目前这个台脸精神状态 所以他脑子都是不正常的 所以这个瑞士 我跟各位讲 大家看到没有 什么永久中立国 是永久吗 永久中立国 所以说呢 现在 央视军事指 南部战区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 近日组织 巴安纳尔舰 咸阳舰奔赴多个海域 展开长航时 背靠背系统训练 推动新装备 实战能力快速生成 影片显示 咸阳舰通过主炮系统 进行海空对射 并完成目标击落摧毁任务 报道是 与过往不同的事 此次训练 当发现不明空中目标时 各舰雷达 采取自主判别 自行捕获的方式 对空中目标完成 这个打击 所以大家要知道 现在 就是这些中国军舰 包括辽宁舰 都已经完成了 很多的这个 实战的准备任务了 这是一个好事情 这是一个好事情 看来东部 这边用兵也快了 那么 这个 一枚俄罗斯 高级官员中的透露 一枚乌克兰 弹道导弹在 被俄罗斯吞并的 克里米亚上空被击落 那么 下来我要讲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 这个乌克兰称啊 这个拦截了 一枚俄罗斯的匕首 高超音速导弹 这个事情 连法新社也说 无法证实这件事情 那么 呃 这两天我看西方 一天一天在网 在这个 头发头的报道说 俄罗斯 的不可一世的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被爱国者防空系统 给拦截了 那么连法新社 都不相信这种事情 可见这个事情 是乌克兰当局 在这里吹牛逼 啊 美国自己也说 拜登自己也说 他说爱国者是拦不住 这个高超音速的 这个导弹的 确实啊 你的拦截速度 跟高超音速导弹 飞行速度 它不是一个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 你要拦截 高超音速导弹 必须你要拥有 高超音速拦截器 才能够去拦截 啊 中国就是有 这样的技术的 中国最近第七次 陆基中段拦截 就是高超音速导弹 拦截高超音速导弹 啊 所以说呢 乌克兰在这里 胡说八道这件事情 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啊 对不对 他说是 这一架什么 米格战机上空 发射这个匕首 这个高超音速导弹 啊 这个都是 无从考证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真的要拦截 或怎么样 你要拿出证据来 啊 就像这个台湾说 在金门击落 这个中国的一架 商用无人机 但是你要去 拿出这些 就你击落了 你把这个无人机 捞上来给 给大家看一看 对不对 你像这个南韩 它的飞机坠机了 哦 都有一堆废铁 啊 大家能看到 所以你要有这个东西 你也要让它 让它看到 对吧 你说这个导弹被拦截 你说拦截的是什么样的导弹 你在 你乌克兰的导弹 当时说在波兰边境爆炸了 现在波兰还是能找到 这个导弹上面的碎片 说是俄罗斯产的 就波兰他没有胡说八道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导弹 啊 而这个乌克兰 也说这是俄罗斯导弹 那是没有说错 对吧 但是他有这个碎片啊 但现在呢 你要拿出碎片啊 不然的话 你不无非就是像乌铃基 袭击克林姆林宫一样的 啊 在给自己的士气上面打气 毕竟现在巴赫姆特 这个这个这个战场 95%是这个瓦格纳控制的 啊 现在已经移交给车臣 车臣了 啊 还有5% 他说也没有必要去弄下来了 也就是说 泽列斯基也说 说现在就是担心 反攻不如西方的预期啊 所以说有没有拦截这枚导弹 那我看美国也没有发话 啊 所以这种情况基本上是胡说八道 呃 只有台湾媒体在这个地方 凤凰的报道 因为台湾也有爱国者导弹 他的他的就是说 他们台湾人会 呃 就是会 就是想象力比较丰富 啊 每天躺床上想象力比较丰富 躺床上像那个炸骂一样的 啊 蚂蚱一样的 那个想象力很丰富 就是呃 乌克兰拦截了 呃 匕首高手一枢导弹 那么台湾的爱国者导弹 也可以拦截 呃 东风时期 啊 他想的是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会很嗨 但是我在想这两者有关系吗 啊 没有任何的关系 啊 再说了 这事情是真是假 法新社 对吧 啊 都 这个反俄 反华的法新社都 都 没办法证实 那个话讲的都是 啊 不是那么满的 所以这个事情 它就是个假式 所以台湾呢 也不要在那边兴奋的不得了 啊 你们的竞争状态啊 非常的不正常 啊 这么坐飞机 还到日本上空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 啊 会去 莫名其妙去喜欢一个国家 啊 还坐飞机到他领空上空去兜一拳 啊 在这个飞机的窗 窗口 啊 眺望一下这个 日本啊 眺望一下这个日本 啊 这是他自己的母国啊 啊 所以林志玲呢 嫁给日本人 台湾人也觉得挺好的 啊 自己献过去的女人 被日本爹 使劲干 然后呢 再被家暴 鼻子给家体给他打出来 啊 这都是好事情 这都是光松药组的事情 还喜欢模仿日本人走路 啊 喜欢 喜欢模仿日本人吃拉面 发出那种难听的东西 喝这个汤 傻逼啊 像猪吃糠一样的 哈哈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